当暑假前35位 由辅导师推荐的贫困 或担心家庭的学生 都能够拿到一张 美金50元的限制卡 以及一条新鲜的面包 每个星期五辅导师 都会为这群学生 募集干粮和罐头 让他们在周末假日时 不会挨饿 但一人一袋食物 难以让一家人温饱 于是八星剑向慈祭求援 在北卡洛利慈祭人的奔走下 终于能够发放这笔补助金 让学生处于饥饿状态的时间 少一点 大家新闻在美之宫 谢慧如 杨诚 美国报导